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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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你以后在公司里面做个manager是没有问题的 明白吗 但是你这个人很好意气 会害了你很多事情 你现在在学校里就是了 你有时候帮人会帮助事情出来的 听得懂吗 翻眼睛也没用啊 听得懂了吗 好了 其他没有什么大问题 自己钱财方面你用不到担心的 就是自己要懂得做人 因为你这个人命比较硬 容易跟人家碰 明白吧 所以这一点要注意 其他没什么问题 还有以后婚姻的问题少听你妈妈的劝 因为你妈妈在你耳边 这个不好那个不好 你永远找不到媳妇的 你谈一个你妈妈就说不好 因为你妈妈给你前世两个人 夫妻了 所以你到哪里你妈妈都陪着你 你听得懂吗 你妈妈永远不会忘记你的 你媳妇就麻烦了 明白了吗 台长讲什么你心里都一本仗 都清清楚楚 台长希望 下一次如果再到新加坡来的人 希望来的人更多 让大家做个见证 能够更好的学婆念经 好不好 我教你个方法小弟 好不好 你给你妈妈多念一点解节奏 你妈妈 解节奏说 去除我跟我妈妈的恶缘 然后去除我某某某和我妈妈的恶缘 但是生下来都是善缘 善缘的话呢 你妈妈就不会盯着你了 听得懂吗 否则你妈妈就像猎人一样盯着你 明白了吗 啊 你妈妈我告诉你 为你吃了不少苦 那就是前世的事情 没办法了 大家听得懂吗 好不好 听得懂 好了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小爹 前途我已经跟你说了 美美姐 但是最好不要做麦当劳的美美姐就可以了 好了 好 谢谢啊 我到新加坡来 我觉得挺开心的 因为新加坡的人很聪明啊 他们会讲国语 会讲英文 还会讲什么马来语啊 什么闽南话 哇 什么都会讲 好 好